提到抛枕呢 其实它不单单是大家口中所说的抛枕 临床上我们讲的抛枕分非常多种 首先最容易引起复发的一种抛枕呢 是由单纯抛枕病毒引起的 单纯抛枕病毒的一型 它容易引起的就叫做单纯抛枕 它好发于口唇黏膜部位 你经常看到游戏人说 哎呀我上火了 嘴角周围有一点点红斑伴着小水泡 那就是单纯抛枕 这种单纯抛枕可能通过接吻或者是飞沫 就可以进行一个传播 如果是单纯抛枕病毒二型引起的这个抛枕呢 它比较常发生在生殖器上 或者是女性的会音部位 这种生殖器的抛枕呢 是通过密切的性接触进行一个传播的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带状抛枕会不会传染 带状抛枕和水痘是同一个病原体 那么在您发生水痘的时候 它是通过飞沫进行传播的 如果您水痘之后 病毒潜伏在您的神经根 那您免疫力低下发病之后出现的带状抛枕 那么它就是不会通过飞沫直接进行传播 这个时候您身上的抛液是最强的一个传染源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接触到您的抛液 就有可能得到一个感染 如果您家里这个时候有老人和孩子 或者一些长期口服免疫之际的免疫力低下的病人 还是需要进行一个隔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